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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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想成为李中伟那般的传奇 而这也同时是他持续不间断努力的一大原因 2016年的世青赛上 在不被外界期待的情况下 李子佳帮助大马拿下团体赛的亚军 并且在南单的赛事里拿下季军 为马来西亚点燃人心的起点 拥有187公分的他 也曾被誉为马来西亚的安赛龙 强大的扣杀能力 加上独有的反手杀球 都让各界无比期待他未来的成长 李子佳自己也知道 他最需要补足的就是他的稳定性 时常会犯下不该犯的失误 导致失去比赛的主控权 开始进入到国际赛事的李子佳 2017年拿下波兰国际赛冠军 赛后李子佳表示道 这是他在加入国家队后 首做国际赛冠军 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2017年李子佳的世界排名 也从240名攀升到了42名 然而在国际舞台上 正处于起步的他 却也在2018年上半年受了伤 导致很多比赛都错过了 好在于下半年后 状态逐渐回升 在10月份的台北公开赛上 李子佳展现出了他的价值 先后击败许仁豪、拉姆等人 于决赛对上地主队 世界排名第四的周天成 两人继战三局 最终局有李子佳以24比22 拿下胜利 最后于决赛上 以21比11 击败日本的五下利益 拿下台北公开赛的冠军 李子佳也在这时 开始被不少媒体封为李尊伟的接班人 2019年的李子佳 目标便是将世界排名 冲进到30名内 并且拿下更多赛事 希望能有资格进入到 2020的东京奥运 李子佳在该年不断的累积 与世界列强、淘天贤斗、成龙、 乔纳坦、周天成等人的对战经验 而特别让世界各地注意到李子佳的 则是在韩国公开赛的八强赛上 李子佳对上淘天贤斗的表现 李子佳在关键时刻 打出梅伦能料想到的强劲反手扣杀 就连淘天看到都惊讶不已 尽管最终梅伦晋级 但他的表现已经让不少媒体 将他列为未来语谈的重点星星 在赛后媒体访问他的反手扣杀时 李子佳说道 这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他的招式之一 只是在比赛中对上高手时 对方很少会有给他反手扣杀的机会 他从小看电视转播时 就对陶飞克的反手扣杀着迷 在训练后空闲的时间就会学习这个动作 久而久之就将反手扣杀 收尽了自己的招式列表了 而在谈到如何打败陶田仙斗时 李子佳说道 目前最有机会击败陶田的选手 在他看来是金婷与石雨琪 他们的打法成熟且较稳定 事务数也较低 而他与陶田还有一大段差距需要弥补 时常在对战时 感觉到比赛的节奏 几乎都被陶田给掌握住 但在与其他前十名选手对战时 他也感受到与他们的差距不大 期许自己能尽快变得更加强大 该年李子佳的世界排名 也稳定的攀升到了20名内 而今年李子佳的一大亮点 便是三月份的全英宇宙公开赛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英赛 李子佳与首伦面对到排名第六 印尼的乔纳坦 在先前四次敲手都败给乔纳坦的他 带着复仇的决心 以21比15、21比13 顺利晋级出现 次伦同样以直若二拿下入光组 进入到八强赛 面对到中国的成龙 提高了专注与耐心的他 自然失误率也降了下来 最终李子佳掌控了赛局 以直若二、21比12、21比18 击败成龙进入到四强赛 也是该场唯一一位非种子球员的四强选手 在四强赛中 对上安赛隆的决赛里 两人计算三局 最终局双方展开激烈的拉锯 最后安赛隆也21比19拿下胜利 赛后安赛隆也给出高度的评价 他认为李子佳是个正在崛起的选手 同时也会是他在东京奥运上主要的对手之一 李子佳今年的世界排名也上升到了第10名 并取得了明年的奥运资格 而李子佳这次面对奥运的态度 更多是抱着吸取经验的角度去参赛 自己并不会去想奖牌的颜色 李中伟也很看好李子佳的潜力 但他不希望大家给予李子佳太大的压力 李中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现在距离奥运还有大约一年 希望他能保持赚注 即便他在东京奥运没能夺牌 相信他四年后躲下奥运奖牌的机会比较高 而今年开始李子佳对外界更多 以李子佳的身份认识他 而不是以李中伟接班人 接受他的现象感到开心 他表示他更想代表他自己 李中伟在他心底一直都是在最顶端的位置 是马来西亚的传奇 很多人都希望我接班 李中伟是一个很难超越的目标 可是我会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追赶他的成就 毕竟他是一个很难超越的传奇 在李中伟退役前 他就一直与这位传奇训练 在李中伟身上他学习到了谦虚与坚持 李中伟到时一直达到35岁还继续坚持 我得告诉我自己 我现在这样年轻 要多学习他不放弃的精神 并在未来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在留言处说说 你看完李子佳故事的感想吧 最后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就按赞订阅分享起来 那我们就下集见 拜拜